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英國劍橋大學 旭爾森學院院長 在上個月發表了一篇聲明 他當時就說 正在考慮 要褫奪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 榮譽院士名陷 去到昨天 林鄭先下手為強 搶先一步 在院方作出一個終極決定之前 主動退回這個銜頭 究竟是怎樣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英國保守黨的人權委員會委員 裴倫德在Twitter上說 其實院方根本未作出一個最終決定 但現在林鄭主動退回的榮譽院士名陷 令到院方脫離了群境 到底這件事的緣起又是怎樣 原來在上年11月 英國上議院有三名議員 智涵去到劍橋大學 要求褫奪林鄭的榮譽院士名陷 他們在信中指出 說林鄭曾經表示過 包括青年和大學生在內的民主派 在社會當中沒有任何位置 即是所謂No-Stick 以及形容他們是人民的敵人 這三名議員認為 林鄭需要為著他一連串的決定負責 另外在信中他們有批評 林鄭的無能和好鬥 令到香港200萬人要上街示威遊行 爭取民主、人權、法治和自由 所以他們認為 林鄭繼續保留榮譽院士的名陷 是站不住腳的 於是搞到現在這一刻 林鄭還是要逼著放手 但是他在Facebook上那篇自白 就說到自己 好像淡薄明智 寧靜致遠 到底他是怎樣說呢 他首先就說自己 個人對於這些虛名 從不看重 但是 為了等到學院掌握香港的真相 去年年底的時候 就曾經致涵給院長長家解釋 但是事件並未告一段落 上星期院長有來信 說學院認為他是 偏離學術自由和言論表達自由的原則 又去處罰那些批評政府的教師 又阻止學生在學校唱歌和叫口號 又執行有域外效力的國家安全法律等等 現在就提供一個機會給他答辯 否則就要拿回名譽院士名銜 只是這一段文字 林鄭也在自打嘴巴 他說自己從不看重名利 一個人如果真是不看重名利的話 當劍橋大學 玉耳心學院 當日說要頒授名譽院士名銜給你之前 其實一定會諮詢你的意願 因為人家都不想吃閉門羹 不想吃檸檬 他說頒給你而已 他問清楚你要不要先 你說要別人才頒給你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已經要了 你已經看中了這個虛名 如果一個人真是淡薄明智 他第一天已經拒絕了 林鄭不但那時候接受了 後來 你還去寫封信給別人解釋 你如果是不看重名譽院士名銜 一早你就已經不需要寫信給他解釋 你告訴他 所以林鄭聲稱不重視虛名 實際上 他的行徑表達得出 他對於劍橋大學的名譽院士名銜 都是相當著緊的 其次這個銜頭對於林鄭來說 是極具個人意義的 因為他正正在這家劍橋大學的 屋爾森學院那時候畢業 當他畢業了以後 在社會上 撈到風生水起了 有權有勢 做了行政長官 人家就說要頒一個 榮譽院士給他 其實就是對於他的 個人成就的一份肯定 而他當初也是因言接受 當時人家的院長說要考慮恥奪你的銜頭 這個是對於一個人在上流社會來說 是相當之沒有面 差不多是名譽掃地 一個人 要撈到幾梅幾折朵 才會被人恥奪 鹹頭 肉酸養衰 是不是 所謂 人要面 樹要皮 搞到人家要召開會議 去討論是否褫奪自己的榮譽院士名銜 其實都很收家 他現在索性說主動退回 反映到什麼呢 可能就是他打定輸數 別人也說給他一個機會辯解 他也不辯解 索性退回 他是怎樣駁斥別人 就說院方這些是莫須有的指控 一方面就說有足夠可靠的證據 但是就沒有提出任何的助證 對於這些無稽之談 他本想就是一笑致之 但是為了維護特區政府和特首的尊嚴 他昨天再次去信反駁 對於學院 以毫無事實根據 道聽逃雪的態度去誣衊別人 感到十分失望 因此也難以說服自己 介意俗和旭爾森學院有任何聯繫 所以就一拼將名譽院士名銜退回 這些完全是跌落地拿回紙 別人整個什麼辯解機會給你 很可能都是行禮儀而過場 就算你如何辯解也好 如果別人是要恥奪你的榮涵 根本上你怎樣辯解也是沒有用的 現在就變成了一對情侶分手 你又在這裏說 我非你的 不是你非我的 你非人 沒所謂 你喜歡拿回紙就拿回紙 反正搞成這樣 都接近是尊嚴掃地 到底有沒有什麼補救措施呢 上一趟 何君堯議員 遭到英方 褫奪了他的 名譽法學博士銜頭 後來沒多久 大陸方面有加不知什麼大學 就頒授另一個名譽法學博士銜頭 有個安慰獎 當時林鄭被沃爾森學院 搞一搞 就說自己主動退回 大陸會不會又頒授 院士給他做 比如說叫福建大學的 條理農務學院 頒授榮譽院士給林鄭做 他這方面正宗專家 接著就再講另一宗消息 就是星島日報爆料 原來謝鎮中總警司本來打算在 九月的時候去英國受訓 加鎮市遭到各自 根據星島日報所說 去年下半年發生了反修例風波 導致警隊人手出現緊張 故此暫停了人員出國取經 雖然近期 本港的示威稍見緩和 但是全球疫情非常嚴峻 多國仍有嚴格的出入境管制 而香港亦被捲入了制裁風波 國際局社隨之聲溫 因此警隊決定現時要先留港接受訓練 以及如常執勤工作 等待合適的時機 才繼續相關活動 其中 警察公共關係科前主管 現任葵清警區指揮官的謝鎮中總警司 這個譚詠倫的老友 當日和譚詠倫在過年的犯罪當中合唱了一曲 再見逆事類 這個譚詠倫的老友 譚詠倫是BNO護照池有人 他就說 原定被安排在今年九月前 去到英國皇家軍事學院 接受為期一年的訓練 現在被逼殺停 真厲害了 還去甚麼英國呢 這些又是政治不正確的 既然人家不歡迎你 你就別去吧 我們又看看衛報的版本是怎麼說的 人家就引述了英國國防部表示 英國陸軍和空軍 為香港警察 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 和海市青年團提供的 有限度訓練計劃 現在已經是暫停了 人家怎麼說 說定立港區國安法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直接威脅港人的自由 同時 鑑於因應疫情所實施的限制 所有對香港的人員訓練 已經是暫停了 在限制解除以後 就會再作評估 所以 根本上那些疫情 只不過是仿指 實際上 就關乎到 這個所謂的 牽涉到對香港的制裁行動 有關 借鎮中警司 無法去英國 實際上 不要去英國更好 不知教你什麼 訓練你什麼 這些又是外國勢力 最好是回大陸的 武漢市公安廳 又或者大灣區公安局 可以 共享中國人的榮耀 怎會還要送錢給英國 你去訓練 人家當然收回你錢 沒理由白教你 那些東西 所以香港警察 最好是回大灣區深掃 不過現在就沒有大魚大肉了 因為國家現在 提倡要在 飲食方面 節約 武漢更加提出了 一個叫做N-1的點餐計劃 十個人吃東西 就只有九個人的份量 一個人吃東西 不可能不能吃 哈哈哈 要天天吐納先丹 這樣也沒問題 因為很多香港警察的身形 都比較肥胖 剛剛好 如果調回大陸 訓練的話 現在節約 是不是 吃少一點 順便可以減肥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